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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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程序我们所介绍的有几项 一项 两项 三项 四项 在这儿又有四项 所以各位同学 风险评估四项程序 应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也是四项程序 我是要求大家对这四加四一共八个程序 大家要做一下精准的记忆 不一定直接考你主观题 让你背诵默写 可是考在多选题当中 你一定要有感觉 而且你背完之后 可能你对于审计的专业表述 会再上一个层次和台阶 对吗 好了 上节课讲的我们就说到这儿 那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一节的剩余内容 剩下的内容在考试当中的考点 相对来说没有上节课那么多了 难度来说 我觉得大家学完上节课 这节课应该也还好 我们来讲解风险应对当中的剩余内容 回顾一下 我们讲的第一个层次 叫做重大挫暴风险的应对程序 几项程序呢 四项 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 还有第四项 上节课如果认真听了 你知道在这一二三四四项程序当中 这一项是最重要的 叫做做出注册会计师的点估计 或者区间估计 以评价管理层的点估计 在这儿我们画了一张大大的脉络图 讲了很多很多的考点 比如说 什么叫做合格的区间呢 这个区间要包括所有合理的 而非所有可能的结果 那合不合理 谁说了算呢 在审计实务当中 用什么标准来进行衡量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是 我们要跟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来进行比较 对吧 所以以上这些基本的知识点呢 大家要注意 要关注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解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 这个层次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发现 评估的重大挫暴风险 它构成了特别风险 那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两颗形 我们该做什么程序呢 那在这里 大家要关注如下的程序 我先问大家一句 如果是特别风险 那请你告诉我 这个特别风险 来源于什么 这个会计估计具备了 怎样的特质 就有可能会成为特别风险呢 上级课学过啊 你不能说 你忘了 会计估计的风险 来自于不确定性 那么特别风险 来自于什么 叫做 高度估计的不确定性 记得吧 你看啊 这个地方就考察大家的专业功底了 为什么 因为有些同学呢 就开始说 什么重大不确定性 什么很不确定性 不要说这些土话啊 必须要说专业术语 叫做来自于会计估计 可能具备 高度估计的不确定性 那我再问你一句 只要具备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就应当被评估为特别风险吗 是这样吗 上级课强调过 不是的 我们要运用职业判断 所以这些细节 大家要关注 好 明白了特别风险的重要来源之后 我们来看如何应对 第一个程序 叫做评价管理层 是否适当的处理了 估计的不确定性 你说估计有高度不确定性 那你管理层 你是怎么做的 我来评价一下 你的做法 你的担当是什么 那在这里可能有 这么几种典型的处理方法 比较典型的 上级课介绍过一种 叫做我们要考虑 替代性的假设 那如果有替代性的假设 管理层你考虑了吗 如果你没有考虑 那么你拒绝采纳的原因是什么 或者 你没有考虑替代性假设 或者结果的情况下 你是如何去处理 估计的不确定性的呢 这是第一个程序 第二个 你那些重大的假设合理吗 第三个 当你要采用一些特定的措施 那这个措施背后 有你是否能够采取行动的 意图或者能力 这些意图或者能力 与我们适用的重大假设的合理性 或者对特定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的恰当应用相关的时候 这话比较难理解 你别着急啊 先读一读 然后等下我给你举例子 说如果和准则相关 或者和我们的重大假设的 合理性相关 我们要评价一下 你的这些举措 它的意图和能力 到底是什么 这些意图和能力 能让注册快吃 信服吗 行了 我大量给你串了一遍啊 但你发现没有 就俩字 这是天书 真的是天书 发现没有 你自己读 肯定是看不懂的 我给你读一遍 你也看不懂 所以我念PPT 没有任何的作用 怎么办 我给你举个例子 咱们来理解一下 这个例子呢 要搞清楚两件事 第一个 你得跟着我把逻辑理顺 第二个 这个例子 得给我听到心坎里去 因为真的重要 考试在这里 曾经出过原题 这个例子是这样啊 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第一个 我问大家 审计会计估计的时候 咱们的核心思路 仍然是 先做风险评估 然后 在此基础上 再进行风险应对 这么两步 好了 做完风险评估 我们要评估 会计估计的风险 来自于什么 叫做估计具备不确定性 如果估计具备不确定性 而且这种不确定性比较高 叫做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那我们可能会认为 这种风险就构成了特别风险 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性的 那特别风险我该如何应对呢 那我就想 这个特别风险的来源 来自于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怎么应对 有刚才所讲的三个具体的小小的程序 那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 比如说 我们现在认为 商欲减值这件事情 具有估计的高度不确定性 进而导致了特别风险 那注册会计师 在这里要想想 这个不确定性导致的特别风险 那究其根源是因为 商欲减值要往未来去做预测 里面有很多的假设 有很多的指标 比如说这家公司的商欲有没有发生减值呢 我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要看它的收入的增长率 我们要看这个指标 可是这个指标我们要估计多久呢 假设要估计五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五年以上 我想问大家 我们想估计一家企业的收入增长率 你想估计明年都难上加难 更何况估计五年 或者五年以上的时间 这个估计真的具备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这还是只有收入呢 你要去判断商欲减值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 还包括什么 什么成本呀 什么费用啊 各种各样的 好多好多的指标 把它们加在一起 估计真的具备高度估计的不确定性 那怎么应对呢 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 我们要去找 有没有替代性的假设 你看 管理层说 我认为收入的增长率是10% 那我就想 有替代性的假设吗 可能有这么几种情况 如果是收入是一般的情况 那可能增长10% 如果相对较差的情况呢 那可能就是负增长了 如果相对较好呢 那可能到15% 如果非常好 很好呢 那可能20% 然后每种情形发生的概率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看 这些假设就构成了彼此的替代性假设 对吗 所以靠替代性假设的含义正如此 那我们这种要想 你管理层有考虑这些替代性假设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必须要去想的是 你为什么没有考虑 如果你拒绝采用了这些替代性的假设 你要告诉我原因是什么 这是刚才说的第一个小程序 所以未来考试当中 我编个题啊 给你说一说 你看看你能不能反应过来 假设 说在评估商与减值 有高度估计不确定性导致的特别风险 然后在评价收入增长率的时候 注册块是认为具备特别风险 那么将管理层所拟定的收入增长率 和历史的收入增长率去做对比 认为结果满意 可以吗 可以这样吗 这个答案是不可以的 为啥 非常简单啊 因为历史只说明历史 而你具备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时候 未来的情况千变万化 你要考虑未来是否有替代性的假设 以及如何去处理 这些会计估计导致的不确定性 对吗 所以各位同学啊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 所以替代性假设证 历史上已经考过一次两次 有这么两三次的考题了 大家要关注一下 第二个 刚才还提到啊 说如果你提到管理层的一些假设 比如说收入增长10% 我们要考虑一下 这些假设真的合理吗 比如行业 根本不可能增长这么多 这个市场的容量根本没有那么大 那你非要说增长10% 那可能是不合理的 对吧 这第二个 第三个是最难理解的 在这里呢 给大家再举例子啊 比如说 你为什么认为收入增长能够到10%呢 管理层告诉你说 我有举措 那你说这个举措是什么 管理层说 是开拓新的业务线 说你看我们今年啊 没有增长那么多 是因为我们就有一个业务线 明年我们预计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四个业务线呢 所以呢收入一定能够增长至少10% 这不就是他的举措吗 这个举措很显然跟这种假设是不是相关呀 跟你编制企业会计准则报表下的商业是不是简直 肯定也相关 那相关的时候你要评价什么 这些举措的意图和能力 首先第一个 意图 你真的有开拓新业务线的意图和计划吗 第二个 你具备开拓新业务线的资金实力吗 现实可能性吗 所以以上啊 各位同学 要注意的是第三点 指的是这个举措 它是否具备合理的意图 或者是否具备能力的支撑 所以在这里 一二三 这三个程序 需要大家接触这个案例来关注一下 好了 只有把这个案例听懂了 再回过来看这三个程序 可能心里才舒服一点 第一个 考虑接待性假设 第二个 考虑假设的合理性 第三个 如果实施一些特定的措施举措 那么考虑这个举措的意图和能力 能不能支持到你进行会计估计 相关不确定性的评估和应对 好了 各位同学 以上是我们说的 应对特别风险的第一个程序 还是有些难度的 但是大家要耐心的听 第二个 如果有特别风险的话 可能在有些情况下 做出点估计 难度会比较大 因为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那咋办呢 咱们做出区间估计 区间估计这里 告诉我们说 如果管理层没有适当处理 估计不确定性 对导致特别风险的会计估计的影响 如果你没有适当处理 那我们应该在必要的时候 做出评价会计估计的区间估计 这个不用我说了 因为和应对重大错报风险的区间估计 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异 大家简单了解即可 接下来第三点 如果有特别风险 那我们要进而去确认 这些会计估计的确认和计量的标准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第一个 说管理层对会计估计在报表中予以确认 或者不予确认的决策 比如说没有确认商与检值 没有确认预计负债 真的符合准则吗 第二个做出会计估计所选择的计量基础 比如说会计估计需要用公允价值计量 那你这个公允价值计量 这个计量基础符合准则的规范吗 比如说准则告诉你的一些计量的办法 什么期望值的方法 最可能发生的方法 你按照准则来进行行事了吗 按照准则作业了吗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 是否符合准则 这个不需要背 各位同学 在应对特别风险这里 一共有一个两个三个这三项程序 这三项程序我都不要求大家背 我唯独唯独需要大家记的 就是这一项 关于替代性假设的 这一项我建议大家记一记 背一背 剩下的内容呢 大家通读 然后理解是更重要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打好基础第293页 我们来看这个原理讲解 这个原理讲解呢 可能是把刚才大家不太懂的东西 给大家又写了一下 有同学说老师我刚进来 或者老师呢 刚才你讲的案例的时候呢 我走神了 我六号了 或者呢 我520 我今天祝我男朋友女朋友生日快乐去了 不小心把那个地方的原理给错过了 没事 你打开293页 我给你写了 我说与会计估计相关的特别风险 往往来自于高度估计的不确定性 比如说 在跌宕起伏的行业环境当中 在进行商与减值测试的时候 未来收入的增长率 很可能就构成一个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会计估计 进而影响商与减值的结果 那么注册怪事的核心程序之一 就是看管理层 你是如何处理 你是如何应对的 那么实物当中 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 就是敏感性分析 比如说 针对乐观 悲观 好 中 差 等等等 一系列的结果 来展开不同的分析 我们要去看 在不同的情况下 这些假设 这些数据 会如何随着不同的情景 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那么以上这种情况下 就叫做管理层 要用替代性的假设 要用情景分析来进行处理 如果你没有这么处理 只是凭借经验之谈 或者只是凭借主观意向 做出了简单粗暴的判断 你问他为什么是增长10% 而不是5%呢 他说 我也不知道随便拍的 实物中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那这个我们认为 是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这一段讲原理的 我个人认为 剖析的是比较深刻了 即便你上课 没有认真听 没有把那个例子记下来 我请拜托你 下去之后这段原理得认真 给咱们看一看 好了 以上就是应对特别风险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三项 叫做其他相关的审计程序 在这里呢 大家主要是以了解为主 考点相对比较少 哪里考 我会提示大家 第一点 我们要关注与会计估计相关的披露 说注册会计师 应当去确定 与会计估计相关的披露 是否符合 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规定 说白了 是否符合准则的规范 那么对导致特别风险的会计估计 注册会计师还应当评价 在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下 财务报表 对估计不确定性 披露的充分性 如果是特别风险的会计估计 往往是具备高度估计的不确定性 那我还要去看一看 你对这种估计的不确定性 你进行充分披露了吗 所以说白了 就是准则让你披露 你就要披露 而且披露的时候 不能遮遮掩掩 要充分披露 这第一点 了解即可 第二个 我们要获取书面声明 说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书面声明 来确认管理层和治理层 是否认为 在做出会计估计时 使用的重大假设是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会计估计这件事 就是放眼未来 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事 那么请管理层要做出一个声明 因为他所依据的那些假设 本身也是未来的事 除非你会说 我未卜先知 我能够算挂算的特别准 但你也知道 唯物主义不信这一套 那因此怎么办 你通过书面声明的方式告诉我 说我所依赖的那些未来的假设 靠谱 合理 有根有据 那么内容包括 说在财务报表中 确认或披露的会计估计 那这个 你得给我做出书面声明 他确认了 他披露了 但是你注意考试的坑在这 有些在财务报表当中 没有确认 或者披露的会计估计 那这些你可别漏了 因为你没确认 也有你的理由 没披露 我相信也一定有它的理由 所以如果你没确认 那在这样的情形下 你也需要去获取相应的书面声明 那么管理层 把你没确认的这些意图 这些假设 也要向逐策会计师 做出充分的说明 所以考试的坑可能就在这 我刚才说的 唯一的一个考点 可能也容易出现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适当关注 第三 我们要简单关注一下 如果会计估计存在一些偏向 那么要看一看 有没有这些偏向的迹象 什么叫做会计估计存在偏向呢 比如说过于乐观 过于悲观 表现为以下的这些形式 第一个 说管理层主观的认为 环境已经发生变化 并相应的改变会计估计 或估计的方法 这就说白了 人家客观条件下 可能没有发生变化 可是呢 你主观一段 对吗 第二个 说针对公允价值的会计估计 被审计单位的自由假设 和可以观察到的市场假设不一致 说你自说自话 人家市场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你说这房子1500万 你说这个房子 目前为止 在市场上能够价值几何 可是人家市场上成交的价格 根本没有那么高 你的自由数据 自由假设和人家市场上的真实情况不匹配 可是你还是固执己见 使用自己的自由假设 这第二个 第三个 说管理层选择或做出重大假设 以产生有利于管理层目标的点估计 这话啥意思 说你做出了一个重大假设 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你的某些目标 达到收入的增长 达到一些估值的提升 你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的 你做出这些假设 就是为了支撑你说 实现所谓的那个目标 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主观性 那这叫偏向 第四个 说选择带有乐观或悲观倾向的点估计 那比如说乐观的 你认为说不需要赔那么多钱 乐观的 你认为说供应价值上涨的幅度非常高 那悲观的呢 有些情况你认为说 哎呀 可能我的这个商欲发生减值了 那事实上可能没有 那你说你为什么这么悲观呢 你想明白了 原来是因为 我今年希望把利润做的小一点 这样的话呢 我明年的利润指标的压力就没那么大 它这个背后呢 可能藏着自己的一些小心思 是吧 所以你看啊 一二三四放在这儿 核心就是存在偏向的迹象 这个简单了解一下 大概能够有个印象 大概会摸出一些规律 我觉得就行了 规律就是 它是主观异断的 它不是公允的 它是过于乐观的 或者带有悲观情绪的 对吗 好 以上这些是其他的审计程序 重点掌握书面声明 这里的考点 这就够了 好了 讲到这儿 风险应对 我给大家介绍完了 花二十秒的时间 一起来梳理一下 提到风险应对 先给我树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针对重大错报风险 第二个层次 针对特别风险 第三个层次 其他的程序 针对重大错报风险的 最重要四个程序 上节课讲的 必须要掌握 针对特别风险的 三个程序 最需要掌握的是 关于替代性假设的 相关问题 结合那个案例 结合我们给大家 写的原理详解 对于其他审计程序 是兜底的 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重点需要关注一下 就是会计估计 有关的书面声明 所以你靠学习 有方法有层次 必须把这个思路 给咱们理顺了 那讲完这里之后呢 我们就把风险应对 给大家说完了 那第三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 我们要说的是 如果你做完了 风险应对程序之后 你发现了 确实会计估计 存在错报 那我们如何进行评价 在这里两颗星 如何评价呢 第一个 评价错报的类型 错报的类型 这个咱们很早很早以前 第二章就讲过了 包括事实错报 判断错报 还有推断错报 我就不再赘述了 错报可能有这三种类型 第二个 评价错报的方式 在这里呢 有这么两句话 这两句话 我先不给大家读一遍 我通过举例的方式 带着大家来理解一下 这个错报 你是如何把它发现 评价出来的呢 那一般来说 注册坏师有我们的手段 我们的手段是 我们要不然做出点估计 要不然 我们做出区间估计 我们用点估计 或区间估计 来评价管理层的点估计 那么可能会产生两种情况 第一种 如果是用点评价点 这是注册会计师的 这是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 你需要清楚的是 如果我们的审计证据 支持注册会计师的评估结果 那说明管理层做出来的就有谬误 那假设管理层 它所做出来的公允价值的估计是500万 那注快认为呢 其实只有400万 那么500-400的这个差额 100万 这个就构成错报 对吧 这叫点点差异构成错报 这个好理解 那第二种 如果注册会计师用的是一个区间 而管理层呢 当然它只能是一个点 它认为是500万 而我们认为是350到550之间 那么就两种情况 第一种 你的点估计落在了区间之内 那我们认为是合理的 第二种 如果你的点估计落在了区间之外 假设我们是350到550 可是你管理层非要认为说是600 那很显然 你超出了我们的区间 那么这个时候 本质上就会产生错报 可是我问大家 这个错报 能够钉是钉 某是某 输出一个特别准确而具体的金额吗 是不能的 因为本身这是个区间 那我问大家 这个错报 最少或者至少是多少呢 是不是 管理层的点估计 到我们最近的这个端点的距离啊 最少应该是50 那最多呢 最多是不是可能是 这一段呀 大概有250 是吧 所以错报 至少 是这样的一个金额 所以各位同学 应该也能理解了 对吗 好了 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呢 我问大家一下 你看就这个例子 考试出过这么一个题 我来说 你来跟着我听一听 判断一下 说柱块认为 合理的会计估计的区间 是350到550 管理层的点估计是600 存在差异 那么经过与管理层的沟通 管理层同意 对于错报进行相应的更正 更正多少 按照这个最小值来进行更正 你觉得行吗 可不可以呢 如果认为可以的同学 在评论区可以给我打1 认为不可以的 打2 是否可以 你记住啊 既然是个区间估计 那就给了一个合理的区间 你更正了这个最小值 原来是600现在变成了550 甚至可能多更正了一个 只要把它更正到了这个区间的合理范围之内 我们认为就是OK的 所以在这里并没有要求你说 一定要更新这个最大值啊 不是的 只要你能够把它更新到这个合理的区间 那我们认为就OK就没问题 好吧 同学们 这个题呢在考试当中曾经考核过 但一般啊 它不会压线 比如刚刚好好给你压到了这个区间的端点这里 一般会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或者少那么一点点 这样的话呢大家比较好判断 但是压线啊也没关系 只要你符合合理的这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内的这些结果是合理的 你落到了这个区间之内 那我们认为这就行 好了 以上是我们说的 错报的两种产生的方式 还有我们该如何做 这里面啊是满满的考点 所以大家上课的时候还是要认真听的 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 审计证据支持点估计 那么点估计和管理层估计之间的差异构成错报 第二个 说当注册会计师认为 使用区间估计能够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时候 那么在注册会计师区间估计之外 管理层的点估计得不到审计证据的支持 那在这种情况下 错报不小于管理层的点估计 与注册会计师区间估计之间的最小差异 这有一个最小差异 那实际上可能比这差异要更多一些 但是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讲错报如何确定 它有一个最小值 这个最小值 大家理解一下基本的原理 我觉得就够了 好了 以上大家所介绍的是评价错报的方式 这个我个人认为啊 不需要大家原文不落的去背 侧重于还是理解 是吧 讲到这儿呢 其实会计估计给大家介绍完了 觉得难吗 可能稍微跟上节课之间 过了那么几天 是吧 大家可能印象不深了 但下去之后呢 要至少找点时间 把它浑然一体的过一遍 然后我还是说这道题啊 典力延期17-5 这道题是比较经典的 2014年的简答题 值得大家认认真真的做一做 然后只做好题当中 有关于会计估计的简答题 我也做了收录 你说老师我不想做 我说为啥呢 说老师我留着等到那个飞跃计划 等到冲刺的时候我再做 我说你别留着啊 飞跃计划那个阶段 会计估计这个题 还有新题 我到时候给你准备呢 还在那等着你呢 你如果现在不做 你后面大概率没时间了 所以这个地方 下去之后 这道题要认真做 然后只做好题当中的题目 也要认真的做起来了 好吗 这道题我们这节课先不讲啊 因为有些同学还没做 然后我们下节课的时候 大家做完了 我们统一来讲解 以上呢给大家介绍的是 17章的第一节 审计会计估计 那我们课间稍事休息一下 这样呢 方便我们后面听回放的同学 能够找到这节课的片段 然后我们 休息三到五分钟 我们就快快的回来 我们来继续讲解剩余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